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风点微博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微博 据英国每日优报2月26号的报道 美国4岁的男童卢卡斯在被有关的太空家庭作业难倒 向父亲求助无果后 他大胆地向美国宇航局发送了视频求助 恋人兴奋的是 美国宇航局的工程师通过邮件 给他发来了10分钟长的视频 为他解答了疑难 怀特利向美国宇航局网站发送了视频并提出了三个问题 美国宇航局艾姆斯研究中心的工程师泰勒 通过邮箱为怀特利做出了解答 这才是教育啊 以人为本 工程师的梦想植入脑海 胜过无数的说教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中国妈妈千辛万苦来美国生子 结果生在了墨西哥 一个中国孕妇怀孕七个月时到美国生宝宝 觉得七个月还早就跟一桶月子中心的其他孕妇出去玩 他们去了墨西哥到处吃吃喝喝 唱唱跳跳 可是太欢乐没绷住 还没有回到美国境内 就生下了男宝宝 成了墨西哥籍 估计这位中国妈妈郁闷坏了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什么是教售价 原来这两天厦门某公司的负责人苏先生 以下收到了52张请假条 员工集体请假要看来自星星的你大结局 于是好奇回家恶补方理解了员工们的良苦用心 当即决定特赦叫售价 供员工追剧 星星真是影响方方面面啊 炸鸡和啤酒推动了经济的热潮 叫售价直接影响了企业内部制度人性化 对于这等事情有房友就吐槽说 中国的好领导 你们公司还招人吗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风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